一個粵菜師傅要燉一手好湯 要懂得配搭 燉出來的湯的味道和顏色 各方面都要去到極致 才是一個很資深 功力很深厚的一位廚師 湯是最容易被人吸收 所以弱線 這麼容易進入湯裡 成為一個製作 菊花本身有甜味 吃起來新鮮會有苦味 沙仁草果其實屬於一種 很大氣味的果實 我覺得最重要是平衡 我是御龍軒行政總廚歐陽文宴 在我們餐廳的客人 其實很多都是慕名而來的 而我們要不負盛名 現在吃飯已經是一種 減壓力的其中一個方法 和一個舒緩的方式 所以一頓好的飯 健康的飯是很重要的 但是健康的東西 全部都不好吃 是 餐廳一開張 這個就是我們餐廳的賣點 草果 我想師傅經常用得多 是 草果的味道 你也好像說 我們比較霸道 非常非常霸道 我們已經跟中醫師 一起研究這個湯單 因為中醫師有肯定性 和有說服力 我們中醫有句說話叫 方香化濕 這種香味 入到胃裏 將濕氣拉走了 其實我們也好像 開一張藥方紙一樣 它就會走去我們的肝經 和心經 幫我們清心肝火 由它來把關藥療的效果 而我負責安排這個味道 怎樣可以來一個平衡 明火煲會不停揮發 但是燉湯就不是了 燉湯是把蜜種放進一個晴裏 用蒸桂去蒸它 將它所有的營養各方面 保留在湯裡面 還有喝下去也會比較平和些 人養好胃 就是養好身體其他部分 可以幫助客人 還有中醫師作為一個後盾 將他介紹的藥材 可以在我的烹飪裡面呈現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 我們做餐飲要時令 食材要新鮮 味道要好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要對客人的健康 負上一個基本和責任 其實我覺得中醫 是可以很生活化的東西 我們吃了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 養生方式 它要好吃 沒錯 不難入口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喝湯,不是喝苦茶 所以每一件事 我們的餐飲文化和中醫食療 其實都會有一個融入 和互相配合